今天下午,华之处于城市广场举办了共创感受前程工作招聘会 为众多寻求工作的华人新老移民和招聘公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 现在8月7年了,今年大概就一个有15家雇主过招聘 今年的职位应该是超过一千多个,因为光是体力活已经有一千个了 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今年有很多专业的工作 例如环保的 或者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挺多的 还有两家是政府部门的 例如警察还有承教处的 也很多人排队然后询问资料 我们当初举办这个活动呢 是想说作为一个桥梁的作用 把雇主和找工作人呢 就是结合起来 因为我们看到是很多人在找工作 有很多雇主找不到工作 我们就想担当几个桥梁的作用 我们就业部呢 有一个job search workshop 就是帮忙新移民找工作的一个小组 那是三天或者是四个晚上 是给新移民的 让新移民呢多知道在加拿大 找工作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你写简历的话呢 格式应该怎么样 要去面试的时候呢 要怎么准备 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举办 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参加过的人呢 应该是有好几千人 很多人的反应都是说 可以帮忙新移民少走很多弯路 那有兴趣的新移民朋友呢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报名参加这个找工作小组 这次的招聘方不单止由一些公司和企业 还包括了很多政府性质的工作职位 例如警察局的招聘单位 和刚才梁女士所介绍的加拿大 都很受求职者的关注监 我是加拿大中央招职的 来这里做这个招职的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非常之满意 因为很多我们加拿大的同胞 中国的同胞都来这里问一下有什么工呢 因为中央的招职处是全加拿大 全国家的我们有五个地区性 所以变成了很多工我们都可以给市民 公民的 每一种工作里面呢 我们有三百多种工作 好像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的工作 我们在监狱里面都有的 比如这个有这个教师 有这个监狱的官员 有经理 有这个护士 总之在市面上有的工 我们监狱里面都有工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 在这里来说非常满意 觉得非常之成功 很多人在我们这个摊位里 问我们的工怎么申请 最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我们申请这个工里面来说 你去这个在这个internet 找这个就是www.jobs.gc.ca 这个网址是全加拿大中央政府 每一个部门的工你都可以找得到的 但如果你只是想找这个承教署呢 你就进去这个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 那你就找到了 但如果你在你想找什么工的话呢 你进这个网址呢 你自己可以慢慢慢慢找到的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来这个 Ontario region headquarter的电话 是613-545-8910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这个 我再说一次是613-545-8910 拜拜 5厘次的招聘会 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到来咨询 很多人都找到他们的心仪的工作 那我们就采访了一些求职者 等他们来谈一下他们运工的感受 我来加拿大两年了 在那之前其实我是做Human Resource的 人事工作的 应该在国内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类似的Job Fair 那来过之后 当然也是因为早希望能够找到自己 希望从事的这个专业 那也参加过不少这样类似的Job Fair 因为我自己是做人事出身的 但是我想文员类的都不太介意了 我看到他们的Job Posting CSS在做一些Job Posting 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至少那是一个窗口 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信息给到Job Seeker 另外也有一些工作 确实是他有 无论是专业工 engineer的 technician的 我看到都有 还有一些像Labor的 opportunity也都有 那我自己今天对我来讲 我感兴趣他有一个叫interpretor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至少我觉得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还有他有做一个这个sales rep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两个我都愿意去 扩大一下眼界 看是不是future可能会有些opportunity 今天大多故事的时间又差不多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为大家送上更多的多伦多消息 大多故事是由乌鲁叼Superview特约赞助播出 对我去看那里船 我应该让我们的